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在葡萄牙的小镇 给大家做一个舞蹈视频 那我呢要用Pink Venom里面 这一个八拍的舞蹈 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具体的舞蹈动作中 我们可以如何提高控制力 让自己的舞姿变得更加有质感呢 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这两个不同的表演版本 所以像左边这种 看起来没有力量 没有质感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改进呢 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三个宝藏建议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点啊 就是你的核心和跨步力量的控制 并不是说你的跨步没有力量 而是你如何控制它的力道 力量的轻与重 你是百分之三十的力 还是百分之五十的力 还是百分之百的力 在前面那种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完全没有概念在做的 你就是在左右摇摆屁股 还有一个是你是知道 有力量的轻重的 轻的轻的小一点的力 啪一下重的力发出去 所以你看这个是有对比的 一个东西一旦有了对比 它就有表现张力了 然后你再看这个动作 它的力量是断掉的 一个动作到这结束了 你要重新发力到下面这个位置 再重新发力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是散的感觉 但是第二种的话 它是我过去的时候 我就想着我下个动作要回来了 跨一过来我就走了 推到又走了 推了又走了 一个接一个这个动作 所以它是要啪啪啪啪 然后最后一下这个蓄力要蓄住的 比如说我前面这个力量 我只能用的是50%的力 我就是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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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突出一个大的 所以到最后一下到右边 这个地方你就要存住力 啪这么打过去 所以我们这里讲究的是 肌肉和力量在运动过程中的力道把握 你要先有那个概念 再通过那个概念来训练自己的肢体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要点 我在教很多学生的时候 在我跟他们说完胯的概念之后 他把胯做出来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腿在干什么 这个地方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你的胯过来了 你腿松了 那个力量还是没有出来 所以像我们最后的啪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的这个右腿在干嘛呀 我的右腿在前面做完之后 这个屁股过去的时候 我的膝盖反方向两边啪顶出去 然后我的脚被顶起来 你看我的脚掌在地上是吃住力的 膝盖脚掌和胯三个关节三个方向 这么撑开来 啪一拍撑住 然后核心控制住 对吧 一擦擦擦啪 而不是一擦擦擦 看这个就又没力气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要点 就是你对上身的控制 这个动作看的是你的胯部的动作 你看他那个手上去的时候 上身是稳定的 你看我的胸是没有动的 啪 是不是 刚刚我们前面说下半身要怎么怎么发力 你就想着下半身的发力 然后上半身就在各种扭 观众都不知道你要看哪了 就看你浑身都在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上身也给稳定住 肩膀不要乱晃 还有最后一下过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腰部的曲线这么拉出来 所以最后一个点的时候 确保这个形状这个造型感在这个位置上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动作就会做得很好看了 那今天呢 我只是说了下半身 那这个动作里面呢 下半身是一个要点 大中段 大下肢的这个控制力没有的时候 这个动作就是会缺少质感 缺少力道 上身做得怎么样 你的不会好看 所以啊 练舞学舞不在你的量多 而是要学得精 一组看似那么简单的动作 随便舞一下非常简单 但是你想要把它跳好看了 还真的是不容易 讲的全部都是细节 细节之剩 想要正确练舞 好好练舞的朋友们 赶紧跟我学起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学编舞 学跳舞 跟我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